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密室客栈 今天要讲的是印度种姓制度下的那些名门贵族 种姓这个词在泛语中叫瓦尔纳 瓦尔纳这个词也有颜色的含义 公元前1500年左右 亚利安人进入了印度 经过了旷日持久的战争 他们打败了原本生活在那里的土著 那是印度的土著 多数由达罗匹图人构成 当然这些人的特征和肤色 都和亚利安人有明显的不同 亚利安人为了把他们排斥在社会之外 同时也是保护自己不被同化 于是呢就开始出现了种姓制度 一开始这个制度只有两个阶层 也就是征服者和被征服者 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 亚利安人内部也有了不同的分工和阶层 于是在后来的婆罗门教师书中 把亚利安人里拥有统治权力的人 分为了婆罗门和查地利 亚利安人里的平民则属于废舍 也就是前面这三种都属于征服者 而被征服的印度土部 则属于守托罗 他们是人口最多 也是等级最低的奴隶阶层 负责给上面的几种人提供各种服务 很多人会觉得查地利比婆罗门低一级 实际生活中却并不是这样 查地利和婆罗门这两种都属于统治阶级 很多时候都是相辅相成的 这两个之间并没有明显的阶级关系 还有一类就是建民 属于这四种阶层之外的另外一种阶层 用中国古话讲就是不在五行之中 这些人被形容为不可接触者 在印度他们的生活非常悲惨 即便印度现在已经宣称废除了种姓制度 当然这种流传了几千年的制度 还是深深的刻在人们脑海里 从现实角度来讲 大多数的高层人物 比如政治家、议员、法官 也都属于婆罗门 而低种姓的人 很多都生活在偏远的山区 他们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 所以高种姓和低种姓的人 直到今天也生活在两个极端 这一点并没有什么变化 不过有一点 印度的种姓制 并不代表就只有这四种瓦尔纳 他们还有上百种不同的种姓分类和亚种 而且在不同的地区 差异也很大 你可以把瓦尔纳理解为种姓制度的简化版 印度的种姓制度 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 一个人的种姓是生下来就有的 后世没有办法做任何的改变 种姓之间的住所、婚姻、职业 都有严格的限制 这点和中国过去有很大的区别 在中国曾经还有科举制度 即使你再穷 你也可以通过科举成为高官贵族 当然这个几率也很低 但是它总归还是有一条路 而在印度 如果一个人的祖宗是奴隶 那么他成为高官贵族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也是同样的道理 拥有财富和地位的家族 几乎世世代代都拥有财富和地位 即使是在英国殖民期间 这一点也没有任何的改变 好了不扯太远了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印度那些世代富贵的家族 如今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这位叫帕特纳普辛格的人 是债普尔王室的继承人 在某社交网站上 他有12万粉丝 他是一名马球运动员 同时也是一名模特 为很多的高端品牌走过秀 债普尔是印度北部的一座旅游古城 帕特纳普辛格的家族 也就是债普尔王室 据说是属于拉杰普特氏族 尔拉杰普特氏族 取缘于公元六世纪左右 这个氏族的人最早都属于战士 也就是说他们都属于查地利 在印度像这种地主类型的人物 基本都属于查地利 包括后面要说的几位 根据媒体报道呢 帕特曼纳普辛格 管理着债普尔王室 大约28亿美元的资产 而且现在他才22岁 你可以想象在印度 得有多少人叫他老公 亚都威瓦迪亚尔 是瓦迪亚尔王室的继承人 瓦迪亚尔王朝 从1399年到1950年 一直统治着麦素尔 在英国统治时期 属于印度三大土邦王国之一 目前他们家族拥有一个 比较出名的丝绸品牌 叫做麦素尔皇家丝绸 是由他叔叔创立的 他们家拥有的土地 大概价值在10亿美元左右 塞伊夫阿里汉 这是位保莱坞的电影明星 他演的电影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从评价来看都还不错 他是帕特曼家族的继承人 这个家族最早其实是阿富汗人 后来在15世纪左右 移民到了印度 在几次战争中 慢慢的发展壮大 成了地主 除了拍电影赚钱以外 他还拥有帕特曼家族的祖传宫殿 这个宫殿大概价值2亿美元 他的个人资产大概在10亿美元 这位叫萨玛尔吉辛 目前是巴罗达的王室继承人 他们家的祖先来自于普纳 18世纪定居在巴罗达 他除了拥有价值20亿美元的个人财产以外 还继承了拉克西米维拉斯宫殿 据说呢 这个宫殿的大小是白金汉宫的4倍 而且他的估值高达40亿美元 戴吉辛格是焦特布尔王室的继承人 现在是一名政治家 曾经当过国会议员 他的家族是印度最富有的王室之一 他的宫殿也是印度最豪华的宫殿之一 很多好莱坞的电影 就是在他家里拍的 他家还有一座叫做梅兰家的巨大堡垒 起源于14世纪 是印度最大的堡垒之一 辛格后来把它改造成了旅游景点 据说每年能吸引100万游客 尼赫鲁甘地家族 跟上面的人不同 他们属于印度最显赫的政治家族 属于最高的种姓婆罗门 家族成员有三位都担任过印度的总理 至今呢 仍然在印度政治界有很高的地位 当然政治的事情就不在这里多说了 有兴趣了解的可以看看他们家族的传记 列了这么多呢 估计就会有人想问 你竟说些名门贵族 难道印度还是封建社会吗 当然不是 印度也有现代化的一面 而且这些人也并不是最有钱的家族 印度还有塔塔 阿巴尼 米塔尔 贝拉 四个资本家族 垄断了印度的经济 这些人就类似于我们民国时期的四大家族 如果你看过一部电影叫做《寂静灵》 里面有一个表世界和理世界的概念 印度就很像《寂静灵》里面的表世界和理世界 表世界的人生活在现代社会 而理世界的人依然活在封建社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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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